红榜,吉星护佑,生肖龙,贵人提携,8月下旬生肖龙玉三合贵人,逢是有贵人相助,运势持续高升 好的工作状态,效率提高,尤其是得到贵人的加持,事业领域迎来新的机遇 职场人士在工作领域表现出色,即便是遇到困难也有人从旁相助,容易赞赏上级,有加薪的机会 也有新的发展机遇到来 经商人士可努力开拓新的客源 工作走动机会多,例如出差、旅游、应酬、培训等 财运方面,收入水平有所上涨 单身者桃花开始回来了,可多参加社交活动,恋爱中的人感情关系升温 生肖鼠,加官尽职,8月下旬,生肖鼠生活中会有喜事来临,身子伴和,运势上升 工作方面,财思全勇,能够很好地发挥和展现自己的才能,大展身手,为自己博得很大的发展空间 令得印心相助,工作,求财上都会遇到贵人的扶持和别人的帮助,突破困境 但切记有懒散的行为,过于依赖别人 经商人士投资要谨慎,提前做好计划 财运方面,可合作投资,收入持续上升 感情方面能出现新的契机,单身者应好好把握机会 生肖狗,大有福禄,8月下旬,生肖狗时神望向 多有口福,运势大好,会有不错的收益 在事业领域能够大放异彩 可得上司贵人,提携带领前进 前途一片大好,有加薪的机会 但需要踏实工作 容易懒散,提不起劲,建议变换心态 经商人士经营环境轻松,容易获益 以谨慎处理钱财,将会有所收获 财运上,时商生财,有力经营,投资,收入得到提高 感情方面,桃花较旺 单身者有机会邂逅到美丽的情缘 恋爱中的人能获得更平稳的感情发展机会 生肖牛,财运大旺 8月下旬,生肖牛承接了上半月的好运 运势稳中待生,尤其是财运方面 有时商生财,将会大大有力 事业方面,之前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回报 有望加薪升职,收入稳定 这半个月,思路活跃,想法很多 工作上能出色发挥,适合做创意类工作 但有点不喜约束,有变换环境的想法 加之这半个月,财运大旺 理财方面,一进攻出手,能有好的回报 但也不能贪图享受,过多追求金钱 以免遭遇小人和是非 桃花望动,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 生肖蛇,财官双收 8月下旬,四身相合 财星望向,何财星,是财来寻我的预兆 生肖蛇运势持续高升 尤其是事业领域能够得到贵人的加持 迎来新的机遇 职场人士在工作领域表现出色 即便是遇到困难也有人从旁相助 有晋升的空间 经商人士以酝酿新的投资计划 财运方面,大力,不管是自家经营 还是合作合伙都会得到收获 感情方面,桃花望动 单身者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 有望结束单身状态 恋爱中的人和已婚者感情融洽,甜蜜 生肖马,财运显露 8月下旬,生肖马承接了7月的好运气 下旬运势更是稳中待生 尤其是财运方面,表现大好 事业方面处于上升期 之前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回报 加之容易获得贵人助力 有新的发展机遇到来 有望加薪升职,也有利于求职 带动正财稳定提升 经商人士求财顺畅 但是要小心小人是非干扰尽财 可筹备新的发展计划 财运方面,财星透出,有利 单身者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 恋爱中的人和已婚者的相处和谐 黑榜,运气欠佳,生肖虎,运途动荡不堪 8月下旬,生肖虎各方面的运程都有大幅度下降 事业方面,工作压力巨大 有可能肩负重责,而无力应付 运势反复不稳,有奔波劳碌之向 不建议随意变换工作 收入也有所下降,求财压力大 财运不稳,容易破财 理财投资方面已谨慎 感情方面,多受情绪影响 而产生摩擦矛盾 建议多收敛自己的情绪 照顾对方的感受 生肖兔,运势被困 8月下旬,生肖兔运势开始走低 运程多受阻 事业方面 任务较重,压力很大 要适时调节自己的作息 可能会遭遇强烈的竞争关系 建议经营好与上司同事间的关系 财运方面 钱财不容易来 还容易被分走夺走 要合理做好理财计划 投资方面已审慎 不要大手大脚花费钱财 感情方面 单身者桃花不足 感情上 恐有许多情感烦恼 生肖猪 是非小人 8月下旬 生肖猪很容易遇到是非小人的阻碍 运势难以回升 感情方面 行事多不顺利 要防止小人的加害和阻扰 财运上 稍显动力不足 求财欲望不降 偏于慵懒 可静待时机 感情方面 单身者桃花运势减弱 缺乏判断能力 恋爱中的人容易被第三者插足 应谨慎避免 没有上榜的生肖 运势偏向于稳定 没有特别出彩的部分 也没有大的波澜 可平稳度过8月 生肖猴 属猴的人性格活泼可爱 机智聪明 脑子转得飞快 是快做生意的好料子 到了8月底 属猴人将迎来人生春天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顾客源源不断 生育也很好 总有大堆的顾客慕名而来 除了这份收入 他们还能收获大笔意外之财 富得流油 不过再富裕也要保持低调 不要张扬 要不然倒霉的只会是自己 九点缀PG 生肖龙 属龙的人最会突发奇想 天资聪颖 独立性强 八下旬开始运气 生肖龙幸福无疆 尽管上个月过得并不是很顺 但近期有望扶持心灵 喜神临命 招财尽宝 对好运包围 吉祥如意 再加上贵气十足 在关键时刻是可以逢凶化吉的 当事业顺利之后 一定可以富贵又多金 生肖鼠 鼠鼠人的灵活头脑 懂得创造金钱收益 八月底事业飞黄腾达 财运一路飙升 聚财聚富 必腰缠万贯 财运旺盛 不会错失每一个能够带来钱财的机会 无论是大生意还是小盈利 他们都认真对待 财库自然风云饱满 生肖虎 鼠虎之人八下巡开始运气 运势有了一些上升的兆头 尤其是双结之后 因命有吉星照应 贵人不缺 钱财不愁 财神自动上门 必一夜暴富 不仅家中会有喜讯传出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惊喜 极有可能得到升迁加薪的机遇 特别受到领导的抬爱 生肖狗 属狗的人八下巡开始运气 能全面迎来好运势 得菩萨保佑 财运大开 再加上在职场上是左右逢源 终会大富大贵有钱花 贵人扶持 同时钱财大旺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都会收获不少 未来几个月都是运势红红火火 财源广进 生肖牛 属牛人最为勤劳 虽不善于表达 但对待事业则相当积极踊跃 经营业绩从小到大不断变强 今年时商生财大运主导 在工作方面机遇多 事业红火 8月底天丁天福 财运兴旺 大发特发 赚大钱发大财 土运帮身 金运卸身生财 财运相对发达 而且能得到贵人的协助 可以放心的闷声发笔大财 银虎 劫财主事 属虎人有点闷闷不乐之感 干食魔都提不起精神 工作方面更有拖延倾向 进展颇慢 另外与人交流 不宜太过冲动 尤其电话沟通更需注意 以免产生摩擦冲突 还有财运不佳 买东西时 钱款一定要当面点清 有可能对方会找错钱 时有机 偏财主事 有有自行 属鸡人 今天财运有点微米不振 计划之外的支出 会让钱包严重缩水 不重要的聚会 就不要参加了 否则花费了高价钱 换来疲倦 实在是不划算 受低迷运是影响 心情也不美丽 容易意气用事 要保持以往的乐观精神 十一虚狗 正观主事 犯害摔星入命 属狗人 今天需要处理的事物很多 让你有些无法招架 脾气也因此而变得比较暴躁 会因言行偏激引起不小的麻烦 保持理性才能更加稳妥 另外容易有钱财方面的损失 要防止受到他人的欺骗 让身心彻底放松下比较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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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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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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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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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沒有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